上次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好物分享 来说到大家的广泛好评 都纷纷给我留言表扬我 说自从看了你这倒霉节目 我们那钱包就从来没有关上 我一直那口就是开着 我为了不辜负大家对我这个表扬 我们就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些 我近段时间看到的一些好物 那么本项我们推荐分享 首先还是要先感谢我们长期来的战略伙伴 达达里奥 比如ProMark 伊文斯 都是他们旗下的品牌 那么既然是达里奥赞助的 那么首先第一要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珍珠 关系那么好就不会介意 是来自于珍珠的这么一个小东西 小东西找这么个样子 那么这东西有什么用呢 就防止你那鼓螺丝 你演奏咋着咋着就变错了 因为我的广播者一直都有这个困扰 如果你买过广播者就知道 当然你没买这样的 没关系 你没买我那广播者螺丝老送 就演奏一段时间以后 大概就是一两个小时演奏 通过它的螺丝就开始明显有变搜的情况 我之前是在下面装了一个老式的那种固定螺丝 它那种螺丝就是不太好调解 它固定死了 你再想调音 你就不太好弄 像我这个天天都想折腾的 就不太合适 那就是我邻居前两天 他说他买到了这个小东西 他给了我一包 我在那鼓上一试 真好用 方便的很 就一按上就完事了 你就不用管它了 然后你想调音的时候 一手一抬 一撸下来 你就能调音 调音再给它按回去 因为整个通通鼓上会松的 就那么一两颗螺丝 一般来说 比如通通鼓就离你最近 你老打的 它这一颗会容易松 等你把这个估上去以后 又会变成另外一颗会松 你把那颗也估上 其他的也就不怎么会松了 就比较稳定了 当然你演奏很长 比如说你演奏这样一两周的时间 你可能还是得稍微调平衡一下 但至少不至于像之前一两小时就松了 所以这个东西我最近用特别多 然后我就 我本着不想买的这个精神 我就去又找了我这个邻居 我说邻居 俗话说的却好 远亲不如近邻 近邻不如对门 你说你看咱们这个 离得那么近 我送你一瓶可乐喝喝 他说没事爽哥 你就直说 你要干什么 我害怕 我说再给我两包这个 没有你拿走 我找我邻居又嫖了两包 然后这个产品呢 其实据我所知 不光珍珠有 踏马也有 而且踏马那个 我看做工比珍珠的 还要再漂亮一点 就是他摁进去的时候 没有痛感 因为中间那个是带齿的 他这个是个死个糖的 就是你摁进去的时候要 是吧 他第一次穿过这个孔子的时候 要使特别大的劲 而且经常有的时候 还会把你的手弄伤 就第一次的时候还会 是吧 你手上还会流一些血 这就不太好 是吧 最好还是 踏马的那个 他已经提前替你都 剪好了 就是那个孔已经是扩好了 一放 完事了 然后我没有用过踏马的 所以在这里呢 没有办法给大家推荐 但是大家明白我这个意思 就是这种防松扣 我建议大家 如果你的骨 饱受这种 这种会松的困扰 那么这种防松扣 是个不错的选择 不是最优解 但是能够有效的 替你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接下来就到了 达拉里奥的环节了 我都不知道 达拉里奥还生产这个东西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个应该看得出来 就是现在很流行 在股上贴点那个水晶胶 各个品牌都有 摸恩教的我也有 然后那个 Benny Grave代言的 那个安妮卡 Benny Grave代言 那个我也有 我那盒摸恩教找不着了 但应该大家都见过 就是白的和蓝色的那种小 小的那种不粘的片 对吧 我最早用的是这种东西 这个是什么什么魔术贴 手机魔术贴 这么个东西 它这个东西好用 拿剪刀剪剪就用了 我现在都还在用 临时演出的话 这种用的比较多 因为超便宜 几块钱 拿去以后 拿剪刀剪剪 贴在鼓上 演完了就不要了 也不用收 像这种了 就非常昂贵 这种直音贴 这是 那个叫啥 Benny Grave和安妮卡代言 我有两份 还有和粉的 还没拆开 它是这种的 这个我也没用 但是这种价格 很昂贵 这一小盒 是一百多块钱 这一小盒 之后我就看到达达尼奥也出了 你看达达尼奥出 这个非常漂亮 特别特别漂亮 做工是这些里面 做工 我觉得做的最好的 并且它这个 大家可以看 我拿手一摸你就知道 你如果用过那个Mondjong Mondjong特别黏 软软活活 黏糊糊的 它这个不黏 但是它这个粘力又特别好 就是它不粘手 但它粘力 吸附力好 所以这个推荐给大家 而且它这个还有一个好处 大家可以看 它这一套一盒是两板 够你贴八个骨 其中有一板 有一个是非常大的 就万一你要贴脚骨 或者贴个落地 都没问题 这一套货 非常棒 而且还有个小盒子 而且这个是美产的 美国原产 我自己最近用的比较多的 大家在视频上也看着 其实是这种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小王爷 那个视频教做的 这就可能十块钱 做二十个吧 应该问题不大 二十块钱做二十个 绝对有问题不大 这就是买点 那个废旧皮料 然后自己照着剪一剪 这个呢 我买了这么大一张 然后有一天让我太太 晚上没让我太太睡觉 说让我太太加个班 结果太太加班 给我捡了一大塑料袋 没把我骂死 你以后再敢动 就回来 我就揍死你 所以我就收获了很多 这种东西 如果你想 所以你如果想 很低成本的解决 置音这种问题 那么这个是不错的选择 拿个夹子 把这个尾巴夹在那个边上 就可以用了 而且这个不存在脱胶 或者说它粘在上面的问题 它就自然会起起伏伏 弹弹跳跳 还挺好用 所以这就是几种置音方式 都推荐给大家 再往后 是这种比较特殊的鼓棒 我原来用这种特殊的鼓棒 最早用的是蓝色的 是Vater出的一种塑料的 那个用的是特别早年 大概在有十多年前的 用那个 Bitty Killson最早用 他给Chris Boddy 奏音乐会的时候用过 我就也买了一副 不过蓝色那个 有两个小缺点 第一是它太软了 那个蓝的那个塑胶 那个特别特别软 二个就是用久了以后 它散花散的特别特别厉害 我就没用了 后来我就去菜市场上 买这种刷锅的 这种刷子用 就演奏这种 这种声音的这种感觉 但这个也有个问题 大家可以看 我在这敲一下 你就看得出来 它老掉渣 掉的特别特别厉害 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 你演奏一两首歌 你那个鼓旁边 全是这个渣子 然后又在清洁很长时间 我就没用 后来前两天 不是刚好有白嫖 达达里奥的机会 我就刚好上他们官网 查了一下 他们也有这个东西 他们叫Broom Stick Broom就是扫把的意思 就是扫把棍 那我就要了一副 用了一下来 感觉很棒 这个东西 第一它不软 大家可以看 它是有一些硬度的 你如果用过那个塑料 就知道 那个塑料子特别特别软 比如软多了 那么这个稍微硬一点了 就感觉要棒很多 并且它这个声音出来 很过瘾 它这种东西 能出来的音色 就是鼓棒完全做不到的 很适合很多原声音乐 尤其是什么了 弗拉门歌这种音乐 如果你跟一个 比如说一个Bandoneal 然后再加上你 或者一个Bass 演奏这样的音乐 这种东西就特别合适 还有一两次 我是去帮别人演国乐 就是你的队友 都是什么鼓针 琵琶 这样的名乐 那么这种 你就不太适合 用什么5B RB 这种鼓棒 那么这些鼓棒 都会是特别合适的选择 所以这个也推荐给大家 再往后来就是Hotrod Hotrod就是树棒 红色的达达里奥的树棒 可以说是史上非常经典的一幅树棒 各位可以在很多的这个MTV 我刚想说MTV都是古代产品 各位可以在很多的音乐会 音乐视频里面 看到过这副鼓棒的身影 因为它特别显眼 红色的这个身子 加一个黑色的小屁股 就使得它在演出中非常凸显出来 比较有名的常用 卡百利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乐队 叫小红莓乐队 他们乐队的鼓手 很多演出都是用这个演出的 包括还有Nervana 涅槃乐队 他们也有使用这个鼓棒演出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其他乐队 我们就不在这一一系组了 第一是它可以让你的鼓 音量变小 比普通的鼓棒音量要小很多 再一个来 它在鼓上发出的声音 不是一个点集中的声音 是比较散开扩散的声音 包括这个都是 它是比较扩散的声音 大家可以听这个视频里面的演示 这个东西呢 有个专业的名字叫树棒 这个树棒呢 有粗的 有细的 还有竹子做的 比如Steve Smith签名款 是中间有一个很软的心子 旁边有四片竹子 这是一个版本 还有旁边是全是竹棍的 就是第二个版本 这种东西有很多种形式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用一用 你作为一个鼓手 如何假装特别专业 我老说 就是你鼓棒包打开 里面各种奇形怪状的这种 洗锅刷子 一堆弄出来 你就会觉得 这个人打的应该是一个 比较专业的套路 是吧 那么再往后来 就是他们的传统强项了 Pure Sound 这个是专门做沙袋的一个品牌 这也是达达聊旗下的公司 这个大品牌底下有很多细分品牌 比如ProMark 就是做鼓棒的 比如说Pure Sound 纯净声音 就是做响弦的 比如说伊文斯 就是做鼓皮的 当然也做雅鼓店 之前我们都跟他说过 那我这次趁着 白拿达达聊的这个机会 就要了很多他们的这个响弦 这个响弦也是美产的 这回要的是三个比较特别的 这个响弦看起来很普通 但这个响弦是全黄铜的 就这个响弦特别软 这种响弦就不适合上紧 如果你喜欢很松弛的声音 这个响弦就非常非常过瘾 这种响弦调松了会很好听 但调紧了 第一是不会好听 第二如果你弄得死紧 它又有变形的风险 然后是这个 这个响弦说是20根的 但其实是40根的 就是它每一根响弦 都是双根缠绕在一起的 每一鼓都是两个弹簧缠绕在一起的 那么这种就会让你的 弦的声音变得特别特别多 如果你需要你的弦的声音变得非常多 占比你弦的声音很大 就可以采用这样的弦 而且这种弦就比较适合 弄紧一点的声音 特别松就会有点过多了 这个弦的声音 就稍微弄紧一点 就可以选用这种 最后一个就是很宽 这个响弦 之前我们也说过了 很多Grets的金属的骨筒 你买来以后 Grets金属的弹簧 特别不好听 尤其是宽的 它做的不是很好 所以如果你刚好也有 Grets比较厚的那种 菌骨的话 你可以把它原本的响弦 尤其是宽的 换成这种更富贵一点的 宽的响弦 会让你那个声音 明显的有一大截的提升 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心里做的啊 就是Pure Sound的这个弦了嘛 你用绑带和绑线 它的声音区别还是挺大的 如果绑上这个带带 就绑两个那种 骨皮的那个片 或者是那种布带 就可以让它拉得特别紧 你可以上一个死紧的声音 但如果绑上线呢 它就更适合松弛一点的声音 所以如果你换了这种东西以后 你要自己来判断 你是需要一个很紧的声音 还是需要一个很松弛的声音 都需要去自己去判断 然后它这个响弦里面 自己就天然带线了 你就不用再去买线了 你拿出来绝对可以 是一个可以用的状态 那么再往后 这牙骨店 这牙骨店 我们之前做牙骨店那期 已经给大家说过了 不过呢 因为是达达里奥的节目 还是给人家再提一嘴 是吧 一文四 这牙骨店很好用 最后啊 也是今天的压轴 给大家介绍这张骨皮 我不是出了一期骨皮文件吗 如果还没有拿到骨皮文件呢 是吧 给我们留言 我们把骨皮文件发给你 那我达达聊的朋友 看了以后了就问我说 怎么里面没有写我们这EQ3 我说什么EQ3 然后我们有个型号叫EQ3 是不错的骨皮 我就说别扯了 你说不错就不错 我又没用过 我没用过 我怎么说它好啊 我们懂了 你开个单子 我们给你寄一几张 我就开了个单子 结果 比如说我要了十张 只给我寄了两张 然后说 哎呀爽哥我们暂时没货 你先你先试试 我说行吧 发过来我先试一下 他们寄过来这个型号叫EQ3 脚骨皮 双层的比较厚 并且是喷纱的 就是相当于做了磨纱涂层的 比较大的特点呢 是里面这个指引环 有两层 看见了 这一层 这里面还有一层 有两层指引环 我骨皮文件里面 最推荐的是黑色那种 但是unfortunately断货了 就不幸的是断货了 其次是白色带指引圈的 然后也断货了 那么现在你可以买到了EQ3 他们让我试试 我试了一下 声音非常饱满 不错 跟那个黑色白色的 不相上下 只是这个东西 不能算缺点 这个有一个特点 我试下来 就比如说正常的那个黑白 你在里面放一个枕头就行 但这个来 你可能要放一个枕头 再填充一小点毛毯 就是它会比别的骨皮 更吃填充物 这是它的一个 我不能说缺点 就是你调很松的声音 很有冲击力 很经典的那种小鼓声音 咚咚咚的这种声音 就你要比别的骨 多填充一点东西 但这个不算什么缺点 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就比如说 如果你买黑色的那种 带指引圈的 E-MAT 或者是白色的 带指引圈的 Heavy 你不可以扭到很紧 如果你扭到很紧 那个骨皮 就会发生很奇怪的声音 但这个你可以扭到很紧 模仿一个80年代那种 复古的声音 那当然你把里面的填充物相应的 就拿出来一些 你别又扭紧 又放很多填充物 这也会很奇怪 扭紧 你把填充物稍微拿出来一些 就可以出 Bruno Moss 在专辑里面那种声音 所以近来我也是新用到 所以推荐给大家 叫EQ3 优点是 好听 愉快 皮实 耐造 缺点呢 就是 这回倒是比较好买的 这有现货 缺点呢 就是 比其他品牌的 比竞品品牌的 要贵 那就要看到 大家自己抉择了 比其他竞品的 好 声音也 牛 但是它要比那个 要付出更多的价钱 就要看您自己抉择了 脚骨打击面 很棒 EQ3 新号是 但记住 一定要买这个 在 喷纱涂层的 不要买透明的 透明的 还是太亮一点 我们本期节目 辛苦大家看到这里 那么之后 我如果又用到 什么好东西 再给大家做相应的 毫无推荐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期再会 Peace